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是清朝定顶中原的决定性一战 山海关一战双方都投入了众多兵力 据考证清军共有13万精锐对战李自成军20万 最终结果是李自成农民军惨败 被迫撤离北京后辗转山西 陕西等地 其军力量遭到削弱 其后 李自成也在混乱中被杀 从崇祯17年1644年3月19日 李自成在北京建立大顺政权 到这一年的4月26日率部仓皇逃离北京 短短四十余天 为何会经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了一个关键性人物 吴三贵 吴三贵明朝灭亡后 就将吴三贵仍率领三万重兵镇守山海关要塞 崇祯17年明廷因寄希望于吴三贵救援京时 于是这年的三月封武 三贵为平西部 并升任其父吴湘的提督经营 没想到的是 吴三贵在带兵进京的途中 却得知明朝富盲的消息 因此带兵重回山海关 当时李自成军刚入京城建立农民政权 为了巩固政权 于是对吴三贵采取了招府策略 李自成曾派唐通 带着四万两白银前往靠市 但吴三贵并不领情 此后 吴三贵与李自成军发生了冲突 双方一度交战 早前清军就对吴三贵就动了招降的心思 曾多次派名降降诸科法 前去招降吴三贵 但吴三贵仍举其不定 吴三贵与李自成军交战后 担心山海关迟早不保 于是派人秘密联系多尔贵 希望向后者借兵对付李自成 并表示愿意归宿 双方达成协商后 多尔贵派军与吴三贵军队李自成军 形成了首尾加工之势 4月22日清军正式加入战斗 此时吴三贵与李自成军已交战了一段时间 双方军损失惨重 清军一意激劳 最终大败李自成军取得了山海关战役大写 山海关之战作战 经过图山海关一战 清军胜儿李自成军摆 吴三贵最终导向清军固然是重要原因 但更深远的原因还在于李自成政权自身的腐化与不堪一击 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京城后 不仅没有稳定民心 巩固统治基础 反而四处掠夺钱财 引起普通民众纷纷不满 农民军没有严明的纪律 他们入城后贪欲响了 不仅军心涣散 战斗力减弱 而且出现了未战的心理 与此同时 清军在松锦决战后 班师回沈阳修整的同时 招降了不少名将 为攻打京城做了充足的准备 本来吴三贵在与哪边合作的问题上 一直举棋不定 李自成并没有看到山海关一线防御的重要性 在招降吴三贵不成后便与之交战 导致吴三贵转而降轻 反过来对付李自成军 李自成郭默若曾在贾身三百年纪中认为 山海关一战李自成军失败的原因 在于上层的腐败落落 他列举了大量史料 说明大顺军日夜搜刮兼银 沉迷于西系银乐中 因而对当时全国的局势没有充分的了解 也没有预先制定措施预防清军的入关 同时对十几万清军兼称入关毫无防备 最终一物的战绩 可以说 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战役中的惨败 是注定的而不可避免 参考人县 王岸茂 论大顺政权在军事方面的严重失误 《坚论山海关之战的重大战略意义》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二期 马设乡 《山海关之战双方兵力考》 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9年 晨晚 第十四讲 清定顶中原的决定性战役 《山海关大战》 辽宁省社会科学普及系列从书期 辽海讲坛 2009年 张晓波 《山海关之战与清王朝的建立》 从封建制看明清顶格极其延续性 社会科学论坛 2013年第十一期 小编 胡一 周别必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海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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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关之战》